發生的錯誤,我們一起來看 第一個就是List View 他切了結果這個List View 他忘了做一件事 就是把List View第一個先選取 第二個的話呢 他會出現他的DataRaw是List View 把這個DataSync改為A 這個是最重要的 另外第二個問題就是同學 那個背後的顏色 Content部分有沒有 就是整個背景 內容的背景 也要把它改成 你選的那個背景的顏色 記得也要把它改成A 主要是 他預設是整個Page 是會用你 雲端上 就是你新增的那個 顏色 但是你其他的元件 比如說像什麼List View 或者是說像那個NetBar 或者是Content 如果你要再做修改 他都可以選取 裡面一定會有標籤叫DataSync 那你可以去針對這個DataSync去做變更 OK這樣的話那個效果才會出現 大概會有這些問題 其他諸如此類的可能都是一些小問題 包含就是說 如果你一個新的網站 記得還是要產生新的資料夾 這個動作都跟前面一樣 你不能混在一起 還有前面可能比較常發生的就是說 這個DIV 它的頭 它有頭沒有尾 記得喔 頭一定是一個DIV 尾巴一定要有個DIV結束 那有的同學就是怎麼樣 像這個DIV斷掉了 像這個斷掉的話會怎麼樣 那切過來你會發現 斷掉之後它就分屍了 頭 身體 尾巴有沒有發現 它沒有辦法接在一起 所以如果你有遇到這樣的問題 像蠻多同學都有這個問題 那怎麼辦 很簡單吧 你就再補一個什麼 補一個那個整個Page的DIV結束就好了 Enter一下把它貼上 算一下啦 反正上面有多少個DIV 下面就應該有幾個結束的DIV 這樣子回來 這個DIV 有沒有 這個頁面才會是完整的 這個觀念我想應該沒問題 反正基本上大概做出來 第二個就是說呢 像我剛剛貼上是直接從這邊貼上OK 如果同學不能從這邊貼上的話 沒關係 你可以從這邊複製之後有沒有 或者直接複製直接貼到你的那個 比如說106APP裡面的這個Mobile 你可以直接這樣拖拉進來也可以 拖拉進來之後呢 假如說它沒有顯示出來 你記得再按重新整理 這邊有個重新整理 按下去 它就會跳出來 多負責一個東西 OK 好吧 再刪掉 重新整理一下 OK 好那最後呢 我的目錄裡面 如果說再來就是要上傳我們的最後作業 那作業請各位繳交兩個東西給我 一個是ZIP 一個是APK 那如果APK部分呢 假如說沒有繳交 那可能是不是有同學是轉換失敗 那轉換失敗通常是幾個問題 第一個就是說呢 你的首頁是不是叫index.html 這個index.html 第二個是你裡面的檔案有沒有中文檔名 也許你這邊看沒有 有的時候有些同學在image室裡面卻有中文檔名 如果有的話 那也會造成你轉換上失敗 那我們就是假設都沒有 這些問題都有注意到之後的話 那再來就是把你的那個106的APP這個資料夾 記得喔 按右鍵 7ZIP 加到這個壓縮檔 OK 那這個地方就會產生它了 好 要檢查一下啦 一定是 一定是index 然後一定也不會有中文名稱 再來的話呢 我們就直接登入到PhoneGAP的網站 不過原來有一個舊的 OK 那怎麼把它刪掉 假設我上次的是蘇4 那如果要刪掉它呢 點擊它 按一個setting 好 這邊有個setting 下方會有個delete list app 就把這個APP先刪掉 刪掉之後呢 記得喔 再重新整理一下 重新整理一下之後 這邊也一樣會出現upload zip的file 那我就直接找到桌面上 把剛剛我那個106APP這個壓縮檔 直接把它傳上去 傳上去之後呢 這個按開啟 那因為剛剛同學一直傳都失敗 其實我跟各位講 如果說你只要沒有做錯 理論上 因為我也沒有做就是那些動作 所以我也不知道說到底 反正我大概知道的同學之前做錯的問題 一定是index.htm名稱 還有第二個可能是中文檔名 大概只有這些問題 最後的話 ready to build ok 那就把它重新build一個新的 那中文檔名這邊可以檔 這邊有沒有 description這個地方 敘述這個地方 可以換中文的沒有問題 但是檔名不行 那它就會compile 就是會幫你在它的server上面 幫你打包成一個apk檔 也就是說呢 如果你打包完之後 這個小綠人會出現 那你就要怎麼樣 把這個小綠人 它變成這個藍色之後點擊它 你的apk就被下載了 有沒有在這裡 那你只要怎麼樣 把這個apk下載之後 繳交這個就可以了 所以將來呢 把這個名稱變更一下 那點apk 另外呢 你也可以把這個apk怎麼樣 直接傳到你的手機裡面 你的剛剛做的app呢 也會在你的手機上面顯示出來 所以最後當然我還是蠻建議的 你的手機上面也可以安裝一下 你自己做的app 如果你自己裝了之後的話 其實會更有感覺 裝上去的話 那除了傳送的方式 我是建議 如果你apk你不會傳送 還有一個簡單的方法 你可以email給自己 把這個apk 直接email到你的信箱裡面 直接用信箱附加檔的方式安裝 也可以 但是記得就是手機裡面 會跳出一個位置來源選項 你記得把那個打勾一下 打勾一下 它就可以安裝 OK啦 畫面最後還給各位 今天大概就是把那個 106的這個app的變化題給做出來 記得我需要看到的是 不一樣的景點 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呢 變換一個顏色 當然你如果顏色變換的 越徹底的話 越全面的話 當然這個你的作業分數當然越高 OK 然後 這個app其實也教我們到今天為止 也才第三次 其實能夠做出這樣的app 其實已經算是 滿快的了 那這些效果能夠做到 能夠做出 做出來有這樣的效果 其實我覺得已經算相當不錯了 所以這些應用 你可以用在很多地方上面 目前滿缺這方面的app應用 OK 剩下的時間給各位做例子